民间习俗送骂掌昨天出现在彰化 而脸书上面讨论起了路线 引发很多民众的恐慌 最后让彰化市长也得要出面来澄清 表示呢这场送骂掌的仪式呢 是按照预定的时间在夜间时一点多举行 因此呢现在搞清楚了路线 也搞清楚时间之后 很多的店家昨天晚上都提前打烊了 住家门窗通通都关了起来 不过倒是有人特别搭了高铁 从台北南下要来看 什么叫做送骂掌 他们非常有好奇心完全不害怕 鞭炮声音响预告送骂掌的队伍即将到来 炮竹放在路上将近有50公尺长 店家赶紧派人一一点燃 就是要提醒民众伸人物尽 没事不要再次出没 远处传来裸鼓声像弄一片漆黑 直到送骂掌的队伍会经过 住户把门窗紧闭在门上贴的符咒 就是要求个平安 因为我看到网路有报道说送肉粽 所以就多绕一下远路 不然也会怕怕的 站同拿着贴买符咒的法器直奔彰化的羊仔醋大牌 这就是盛徐云彰化的民俗仪式送霸掌 是为了去煞辟邪 通常民众会避而言之 不过有人还是很TK 专程从北部搭高铁下来看热闹 就了解一下 虽然是地方传统却苦了做生意的店家 每年只要有送霸掌的队伍经过 街上必定空荡荡的 让他们的生意大受影响 我跟他说今天没什么好事 就走开门了 对啊 走开门了 直到深夜十二点多 队伍终于走到了目的地 居民也可以松一口气 不用再避之唯恐不及了 最近陈默辉彰化采访报道